呼吸你给的爱 付出很多 未必一定有收获 像个好情人的星星 不过人生有祂 就必定快乐 永不离开 人生万变 但耶稣的爱 就永远不变 只有你公平地对待每一个人 对学生来说 他们才会接受的 由于文教授的支持 让我们看见 就算是弱势的小朋友 也可以有出路 看见一些特别的学生 他会主动跟我说 我们怎么样 才能多帮他们一点 我们从事教育工作的 有好的学生 有不好的学生 如果知道有人在关心他们 很多呢 都能变成好学生的 当我珍惜自己生命的时候 我真的很希望 每天都能活得很有意义 影响我身边的人 无论是我的朋友 我的学生 文启芬是香港大学的毕业生 他后来出国进修 得到博士学位 他一直致力于英语教育 和师资培训的工作 香港大学是香港最早建立的高等学府 这一座建于1910年的本部大楼 具有典型西方建筑风格 历史最悠久 已经列入法定古迹 这里就是我大学时期读书的地方 教室还是一样 你看看这些门 甚至一草一木都没有改变 非常有亲切感 这里就是让我对英国文学 对英文 对教育开始感兴趣的一个地方 我在英国完成硕士之后 又去加拿大读博士 从事教育工作有40多年 我的家族其实跟港大很有渊源的 我爸爸是早期港大的毕业生 这里看到他曾经是港大的会长 今天仍然是荣誉会长 他千辛万苦才考进港大 以前的生活很穷困 他为了一双鞋子 他会光着脚从北角 一直走到香港大学 然后到了学校才穿上那双皮鞋 这样鞋才不会太快破 以前的生活是那么艰苦 今天他对港大是很感恩的 文启芬的爸爸 后来白首兴家 生活才风足起来 他有七个女儿 一个儿子 文启芬排行第二 虽然子女众多 又只有一个儿子 他都会一视同仁 他有很多朋友都说 女孩子是不用读太多的书的了 他有很多生意上的朋友说 女儿很快就嫁出去了了 但是我爸爸说 他真的是很精明的 他说你们能读书 我一定让你们读 我们七个女儿 基本上都是大学毕业的 有一些还有更高的学历的 当我弟弟在美国波士顿 想要开车 我爸爸说 我不会买车给你的 因为如果我买一辆车给儿子 那么就要买八辆车 给所有的子女 这个很公平的概念 是我从爸爸身上所学到的 是很珍贵的东西 我现在从事教育工作 常常在教室里 有些学生是比较喜欢的 有些是不太喜欢的 无论你心里面 有些什么样的感觉 实际上只有公平的 对待每一个人 对学生来说 他们才会接受的 在爸爸身上 文启芬学会了待人处事 而妈妈则带领他认识耶稣 在他往后的日子 都有神的看顾 以前在我们家呢 附近有一个教堂 妈妈是一位很虔诚的基督徒 她很希望我们去教堂 在那里遇到了我的教父 她是一位澳洲人 教了我们很多真理 对我们的影响都很大 我的大姐呢 就是在那里当私勤 而我呢 是用英语在那儿教主日学 我们家有一个传统 在出国之前呢 我妈妈都希望我们能够受洗 因为妈妈觉得 我们出国之后 如果已经受洗了 神会保佑你的 所以我在出国之前 我也是受了洗的 妈妈对所有子女都一样 直到今天 每当我们离开香港 无论是放假还是读书 她一定跟我们祷告 因为我呢 每天早上都灵修 还有祷告 因为他们去那么远读书 我教头给神 就不用担心 上帝保佑他们 平平安安地读完书 我们不用担心他们 不要交上坏朋友 都能够顺利地成长 我教头给神了 因为我在大学 试读英国文学 对英国的一切很有兴趣 后来就决定去英国 先去读教育文凭 接着读硕士 那在出发之前 妈妈为我祷告 我希望一切都是很顺利的 没想到我坐飞机的时候 是好几十年前的事 我的知识不够 戴着隐形眼镜坐飞机 可能戴得太久了 下飞机的时候 眼睛没法睁开 感觉非常刺痛 而且两眼通红 结果一下飞机 朋友来接机 不是接我回家 而是直接送去了伦敦一家医院 是一家眼科医院 医生一再检查 他说不行 你的眼睛应该是发炎了 因为你的隐形眼镜 戴了太久 如果再久一点 会影响视力 甚至眼睛会瞎了 为什么出发之前 我已经受洗了 又祷告了 为什么旅程 还是不太顺利呢 竟然一到步 就要进到医院里呢 后来我就仔细想想 其实任何一个基督徒 都要面对各种的挫折 是要学会去面对的 但是你会发觉 始终有神的带领 很多时候 当你拥有的 一下子失去了 可能过后 你会更加的珍惜 当时我的眼睛非常痛 但是滴了眼药水 打了针 康复之后 就更加珍惜自己的视力 在英国看到的东西 都觉得特别的美 虽然在生活上 偶然会遇上一些风浪 文启芬按着神 所给他的恩赐 在各个教育工作岗位上 有所发挥 可以说是相当顺利 后来他跟到多伦多 完成了博士学位 回香港后 在中文大学教育学院 在师资培训方面 贡献自己的知识 他的很多学生 今天在教育界 当当着重要的角色 03到04年 我在中大读教育硕士学位 当时文教授 是我的英文老师 那时印象很深刻 因为文教授 不只是在课堂上 讲课时 非常生动 用一些很实际的例子 他在课后 当时我们是星期二上课 下课之后 他会跟我们这群学生 一起吃饭 更多地跟我们分享经验 对我们这些 现职的老师 他给予了很多支援 我现在服务的学校 大约在十年前 因为我们照顾一些 弱势的同学 当年收声不足 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文教授在这个过程中 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他看见我们这类学校 有些弱势的同学 学英文的时候很困难 他就提议用绕舌去学英文 也引进了资源到我的学校 当年我们面对很大的困难 文教授竟然自己提出 来我们学校当英文科的顾问 并且引进这个绕舌的课程 当时效果很好 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的学生虽然英语水平不高 但是他们对绕舌这个活动的反应非常好 参与过这么好的课程之后 我们的学生能用挺流利的英文去绕舌 这让我们觉得很感动 这个课程完结后 他也和我一起去了北京 去了西班牙 把我们这次的经历 在一些国际会议上分享 在我眼中 文教授不止关顾学生 他也把一些好的经验 透过一些学术活动 让更多的学校 不只是本地学校 在世界其他地方都可以做参考 我们教的一些个硕士生 甚至有的是一些博士生 我们还会带他们出去 不只增长见识 还在他们的专业上发展帮一把 我曾经带过很多学生 其中也包括潘复校长 参加各种国际会议 他们都要跟着一些教授 才有这类机会 那这样呢 也是为了培养他们做接班人 也是让他们自己能够有机会 独当一面 可以做好教育的工作 文启芬教授不只帮老师们 开阔了教育方面的视野 他有教无类的精神 也感染了现职的老师 让一些弱势的同学 也能发挥所能 我们学校其中一个特色呢 是一幅2米乘22米的壁画 这幅画如果仔细看呢 会发现是学校的一天 如果细心看呢 这幅画里呢 有很多学校的设施啊 包括那个球场啊 原来背后是一只乌龟 还有那个扶手楼梯啊 其实是一只鸟 什么人能创造这么有趣的话呢 其实是我们一位 有特殊需要的同学 她是一位患自闭症的女学生 有很多情绪和行为上的障碍 后来呢 有老师发现她对大自然很有兴趣 于是呢 就鼓励她画画和创作 由于她的行为和情绪问题呢 开头很多同学不太喜欢她 后来发现她有这方面的才华之后呢 大家开始欣赏她 她的自我形象也是越来越好的 她毕业的时候呢 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希望在大学读艺术 她在中六毕业的那个暑假呢 从七月中到八月底 她用了六个星期 冒着日晒雨淋呢 在我们学校的操场 带着一群师弟师妹 创造了这幅壁画 通过这幅壁画呢 我们看见其实呢 教育工作很重要的 可能我们常常看见学生呢 有很多困难的很多问题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呢 我们找到了他们的长处 发掘了他们的才能时呢 他们对学校 对社会 以及对其他人 可以有很大的贡献 由于文教授的支持 让我们看见 其实呢 即使是弱势的小朋友 也是有出路的 所以过去这十年里呢 我们致力照顾一些 有特殊需要的小朋友 我们看见无论小朋友的能力如何 他的困难有多少 我们不放弃他们 多想办法 并且好像文教授一样 很贴地气 很到位地跟他们多沟通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 这也成了我以后在工作上 一个很好的鼓励和参考 我觉得教育工作是一个生命影响生命的工作 我在教学最后的二三十年是做师资培训的 有职前的老师 也有在职的老师 在指导他们的时候 我要进到课室里 看他们怎么样上课 我是教英文的老师 看的是英文课 我会讲教学法 会谈到英国的文法 有很多方面 但对我来说 怎么培养一个人的价值观 理念呢 做人的目标啊 这才是最重要的 虽然文启芬教授已经退休 但教育是他终生的使命 他仍然义务担任几家中学的校董 尤其关顾一些弱势的学校 主动去观课 帮助学生学习英语 一般有人观课 我很害怕 但文教授观课 他给我的感觉是很舒服的 他坐在后排 无论我们做得不太好 或者做得好 他都会给我们一个微笑的 我们有些细节做得不好 文教授会及时地 给我们一些很好的意见 其中一个方法 是把一个长的当词 拆开来教学生拼音 例如Organization这个词 那么我们首先会把单词写在白板上面 然后比如那个字 首先我们会把O-R-O 然后换一下 干G-A-N 然后N-I-N-I 然后Sation Z-A-T 然后再画一画 I-O-N 就是这样 我们会把这个方法 交给学生 每一个词都尝试 根据原因拆开 就是这样 学生学了之后 帮助是很大的 他们以后看见难的词 学会了拆开来看 对他们的发音和拼音 都有一定的帮助 有时呢 我觉得很不好意思 其实他好像整天没空吃饭 因为他可能早上关完六节课 很赶 下午还有其他课要关 有时候问他要不要吃饭 他说不用 常为了学生和老师挨饿 他很忙 他来开会 也常饿着肚子 所以呢 很感动 他每一次关完课 如果他看见一些特别的学生 他会主动地对我说 他觉得那个学生啊 我们可以怎么样 多帮他一点 其实呢 他希望能够多给这些学生一些 机会去开开眼界 比方说 他常请我们的学生 去看英文的歌剧 你要明白 看英文歌剧 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说 是没法想象的事情 可能一些来自 中产家庭 或者是较为富裕的家庭的学生 可能有机会很小就看歌剧啊 但我们这些小朋友却没有 所以他这样做 目的是想激励一下小朋友 我们常谈到起跑线的问题 他就是不想太注重这起跑线 组别比较高的学校 学生家里比较有钱 可以安排他们去旅游 去美国迪士尼啊 但是在这一类的学校 有的连香港迪士尼 也从来没有机会去的 所以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呢 我希望能多给他们一些 不同的经验 比方他们学校说要做音乐剧 但是他们长那么大了 还没有看过一出正规的 专业音乐剧 是不是可以带他们出去看一下呢 在天水围的学生 很多没去过尖沙嘴 也没去过赤柱潜水湾 其实只是多给他们一些 不同的经验 由于这间学校所处的地区 他们接收了很多学生 是来自基层家庭的 有些学生是来自破碎的家庭 他们在家庭都得不到温暖 那在这间学校里呢 大家都尽心尽力地 关顾学生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因为很多学生在家里 有很多不愉快的事 就来到这个强调 关顾文化的学校里面 有的时候真是把这里 当成第二个家了 由于家庭背景复杂 或者居住环境的不理想 有些学生比较反叛 对这样的学生 应该用什么态度去教导呢 文启芬教授觉得圣经里 有一个很好的指引 圣经里面有一个浪子的故事 讲的是一位父亲有两个儿子 大儿子很乖 很懂事 但是小儿子不听话 还要求提前分家产 父亲把家产分了之后呢 小儿子就拿着钱 花天酒地 自己拼命享乐 结果沦落到要吃猪食 他想起父亲那里生活很好 想回去 他又怕 但又不敢 最后还是硬着头皮回去了 当他回到家去 父亲看到浪子回头了 非常开心 拥抱他 对他非常好 给他所有最好的 有时候我们从事教育工作 有好的学生 有不好的学生 怎样去对待这些 好和不好的学生呢 我们要多点接纳和宽恕 就正如那个小儿子一样 他是一个罪人 但是当他回家时 如果他真的后悔 愿意改过 我们要给他一个机会 如果知道有人在关心他们 在乎他们的话 我们很多时候会看见 很多孩子 可以成为一个好学生的 教养孩童 是他走当行的道 他觉得 如果可以走在神的路上 就最好不过了 因为 无论在顺境 还是逆境 他都经历到神的看顾 在我的人生经历之中 有过一件很大的事 我在一次例行的身体检查中 发现是得了癌症 那个时候的资讯 没有现在的发达 但是我自己去找了 很多的资料 在做手术期间 要知道做手术 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得到了家人 和很多朋友的支持 帮我度过了那段艰苦的时间 我最后能够康复过来 使我能够更加珍惜生命 有人跟我说 假如你把每一天 都当成是人生的最后一天 你会怎么做呢 当我很珍惜自己生命的时候 真的很感觉 每一天都希望能够活得很有意义 能够影响我身边的人 无论是朋友还是学生 都希望有正能量 能够帮助他们 也帮助我自己 其实当知道自己得了癌症 少不免会想起死亡 我从起初对死亡非常恐惧 到后来看了很多圣经 就没那么担心了 因为一切都是神所主宰的 有的时候我会觉得 假如我今天真的要离开 我不会有任何遗憾 我只是回天家 我对死亡有另外一个看法 我对他没那么害怕了 完全是信仰给我的信心 今天无论是对死亡 或者是对生命 都有很不同的体会了 一切愿变得新奇 凭爱我心可告费 最与你 最与我爱你 我真么尝能地 如失足跌倒 珍惜这段恋 身边就笑全然不理 唯偏少信心 拥抱真纤美 献出最好都给你 Don't get back 总是必须学一 人生中有你堂行 就是苦也变做甜蜜 Don't get back 人生多少得如山 但终找到永恒 长全未变是爱的本责 Just don't get back 人生多少得如山 但终找到永恒 长全未变是爱的本责 Don't get bac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Just don't get back 人生中有你堂行 就是苦也变做甜蜜 Don't get back Don't get back 人生多少得如山 Don't get back 但终找到永恒 长全未变是爱的本责 Just don't get bac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收看真人真事 生命见证 更好时段更多选择 恩语之声 每逢星期天新增两个全新电视广播时段 我们也已经登陆TVB Anywhere 无论用电视盒子 或免费下载流动应用程式Mobile App 都可以随意点播 非常方便 恩语撒遍全世界 恩语祝福加拿大 敬请留意收看 并向亲友推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